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644年的6月6号 顺治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登基 1644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也必将会载入史册 人们常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但在这一年里 竟然在华夏的这块大地上 有五个皇帝 而且其中有四个都是在这一年登基的 他们分别是大明的崇祯皇帝 大清的顺治皇帝 大顺的李自成 大西的张献忠 以及崇祯以后的南明第一位皇帝 洪光帝朱游松 其中顺治李自成张献忠 以及朱游松都是在这同一年登基的 所以这一年既是崇祯17年 也是顺治元年 大顺永昌元年 大西天命三年 朱游松在这一年还没有设立年号 他还是沿用崇祯的年号 来年以后才改年号为洪光 这五个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专制政权 专制政权正因为其专制 所以注定是孤独的 不然的话那么专制的路上一定是人满为患 专制者的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很快这五个帝王中的四个不久就撒手人寰 只留下了大清顺治皇帝 那么为什么清朝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呢 归根到底 明末清初那段时间是一个堕落的时代 也是一个斗狠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 最终的胜利者很有可能是最狠 最堕落的那一方 进入1644年以后 紫禁城仰心殿中的那把龙椅 见证了这几十天来的变化 这把龙椅在这几十天里三亿齐住 先是崇祯皇帝 在1644年4月25日之前 崇祯在这把龙椅上坐了17年 这一天他不情愿的离开了这把龙椅 走向了不远处的围山 或许此刻他的耳畔会想起李玉的那首破阵子 最是仓皇慈庙日 教防悠奏别离歌 垂泪对公额 再以后的就是李自成 在这把龙椅上他还没有坐稳 就跑去山海关与吴三桂决战 而等到他大败而归的时候 就在这把龙椅上坐了不到一天 完成了登基仪式以后的第二天 就仓皇难逃 而就在几个月以后 这名所谓的农民领袖 就在湖北被当地的一名农民 用农用的锄头打死了 也有人说他并没有死 而是出家做了和尚 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至今还是一个谜 最终坐在这把龙椅上 是清朝的顺治皇帝 从坐上这把龙椅的那一刻开始 扶林也好 多尔滚也好 恐怕都会不止一次的在心里问自己 这把龙椅 我能坐得安稳 毕竟此时全国的局势 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政治经济都已经跌入到了最低点 如果明统治者面对如此恶劣的状况 无能为力最终导致亡国的话 那么继任的满清人 他们又是如何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呢 他们难道比已经治理天下277年的朱家人 更富有治国的智慧吗 那些曾经困扰崇祯皇帝的内忧外患 此时应该也同样困扰着顺治皇帝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虽然有趣 但却是异常沉重 而且又令人深思的话题 在谈到明朝灭亡原因的时候 我们曾经归纳了以下六点 一是外忧 就是后金的崛起 二是内患 李自成张献忠的民变队 三白银短缺造成的通缩 引发的经济崩溃 四小兵和期的到来 五瘟疫的流行 六崇祯皇帝糟糕的治国方略 这六个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 到清朝建立的时候 其实有些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 比如说崇祯 崇祯已经不在了 还有就是外患 明朝时期的外患是后金人 而此时后金人已经取明朝而代之 纠占雀朝 纠也就成了雀 此时那些输着蜀尾变的满清贵族 可以非常正式的向大家再一次介绍自己 说大家好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鸭博 那么在这两个因素被自然的解决以外 满清人又是如何解决其他四个问题 比如说蜀疫 大家知道明朝末年的蜀疫 对社会的危害是相当的大 而且这次蜀疫的传播 与李自成明电部队的四处流窜 也有很大的关系 据史书记载 凡贼所经之地必大义 不经者不义 这个疫情也波及到了北京 当李自成围困北京的时候 北京城内正是疫情爆发之时 那时候的北京已经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了 据史料统计 在这次疫情之中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亡 那也就是说 大概有二十到二十五万人死于这次疫情 那时候的北京城内可谓是十时九空 因为死的人太多了 北京已经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所以自然就有很多诡异的故事在此中流传 那时候的北京有史料记载 说鬼形世上效于人间 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有些店铺在接待完客人以后 转头望去 自己刚刚收到的银两或者是铜钱 竟然变成了铭币 因为这种事情经常的发生 所以有些店铺就在店门口放置一个盆 其中盛满了水 顾客买完东西以后 要将银两或钱币投入水中 然后店铺的人通过声音来判断 这到底是实打实的银钱 还是浮在上面的铭币 当然了 这有可能是市井之间的讹传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人心之苦慌 有时候疫情引发的人心之变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城肯定是守不住了 李自成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得到了北京 在进入北京之前 不管是正史还是各地方治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李自成的名店部队 被疫情影响的记载 按理来说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李自成的部队经过一处一处必大疫 那这样的话 他的部队难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我们却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当然了 没有记载并不意味着真的没有 但不管怎样 我们看到的是 李自成的部队是越打越多 越打越强 而进入北京之后 同样的一支部队 在与吴三桂和满清铁骑的较量中 却是一败涂利 简直是不堪一击 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 可谓是成鸟兽散 为什么前后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我们猜想 有可能是李自成的部队 进入北京以后 感染上了鼠疫 造成军心涣散 李自成本人的精神状态 很可能也深受打击 在经历了疫情和吴三桂满清的双重打击以后 他或许以为这就是天术 天不让他当这个打顺皇帝 说到李自成呢 不禁要多说两句 李自成不是刘邦 甚至远远比不上朱元璋 他的农民的狭隘阻碍了他的视线 李自成的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 但他真正的对手只有他自己 最终他也无法改变他自己 所以最终他也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他的战场是如此的辽阔 但他的心胸却是如此的狭小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一个注定的失败者 李自成也是一个暴君 还没怎么样呢 就杀了能够给他提意见的李延 杀李延是他的手下的毛臣牛金星挑唆的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 暴君的臣民有时候比暴君更加的残暴 更加的没有底线 幸亏大顺王朝最终失败了 如果他没有失败的话 那么他的统治也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 这场波及全球的鼠疫摧毁了崇祯的明君 也有可能摧毁了进京以后的民变部队 而对于南下的清军却似乎是网开一面 清军入关以后进入了汉人的地界 又与汉朝的军队交战 再后来又进了北京城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清朝部队感染鼠疫的记载 这场鼠疫对他们的影响 如果说有的话也只能是微乎其微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的鼠疫按现在的专家分析分为两种 一种是废鼠疫 一种是线鼠疫 线鼠疫是通过跳蚤传播的 而废鼠疫则是通过空气传播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而清朝入关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 据说跳蚤很讨厌马 他不喜欢马身上的气味 八旗铁骑终日骑在马上 所以他们的身上自然也沾染了马的气味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跳蚤不愿意在他们身上寄生 从而使八旗铁骑避开了死亡率更高的线鼠疫 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清朝人竟然也无法感染上 通过人传人空气传播的肺鼠疫 有人说这可能是厚金人的身体素质好 都是一些精壮的汉子 常年又在马上奔驳征战 所以抵抗力比较强 但像当年公元14世纪 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也感染了蜀疫 并且将这蜀疫传到了欧洲 就是14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 从黑死病的症状上来看 很像是蜀疫中的线蜀疫 那也就是说当时蒙古人传过来的就是线蜀疫 他们的军团中也感染了线蜀疫 那么同样是骑兵同样的是来自于中国北方相对寒冷的地区 成吉思汗军团能够感染线蜀疫 那么为什么满清的八旗铁骑竟然没有感染 跳蚤不喜欢马这种说法似乎也是有待商榷 更何况还有那个通过空气传播的肺鼠疫 在战场之上厮杀呐喊还有刀剑留下的窗口 这些都很容易感染病菌 再后来清军南下征战那时候正值春夏之交 气候温暖正适合鼠疫的传播 而南下的清军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鼠疫在清朝人入主北京以后 似乎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有些事情确实是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 比如说这方面的知识可能传染病学家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 但也有些事情根本就不会有答案 我们只能理解为冥冥之中自有天素 也许冥王而清新华夏民族当有此一节 咱们再来说说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粮食大幅度的减产 造成了老百姓不够吃的了 进而形成了社会动作 清朝建立以后 这块土地仍然是处在小冰河期范围内 甚至有些专家认为 小冰河期中最冷的季节是发生在1650年到1700年 是顺治帝和康熙帝统治时间 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康熙年间 那么面临着更加寒冷的天气 清朝人有如何解决的粮食问题呢 答案很简单 他们不用解决 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有历史学者计算过 崇祯年间全国的人口大致有两个亿 而在康熙初年人口却只剩下了5000万 明末清初这段时间 死亡的总人口超过了四分之三 大幅度的人口减少 自然降低了对粮食的需求 所以虽然粮食问题依然存在 但就不会再像崇祯年间那样尖锐了 而这些死亡的人口中 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满清人杀的 满清总民族人口不过是十几万 当他们入关以后 面对着有着庞大人口数字的汉族 他们心中不免是会有些恐慌的 而这种恐慌也会导致他们的疯狂 而疯狂的表现就是屠杀 在入关以前满清就开始了屠杀 那时候对于他们治下的辽东地区的汉人 他们曾经担心那些穷苦的汉人最后会铤而走险 所以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杀了那些穷苦的辽东地区的汉人 后来四年以后又觉得那些富人也有可能会作乱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又将富人杀光 他们称之为杀富民 有人说这是对清朝人的抹黑 这方面的记载是出自于纪六旗的名记北略 这是纪六旗本人听汉八旗的人口述的 有人说口说无凭 可是在我们以前提到的那本满门老党中 也曾经有过当时后金人杀五股汉人的记载 杀五股汉人是满语 翻译成汉语就是杀穷鬼 纪六旗肯定没有看过满门老党 而他也记载下了杀穷鬼这件事情 由此可见这件事情一定是真实的 入关以后虽然披上了正统外衣 披上了历朝历代以来德国罪证的外衣 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屠杀 扬州十日家顶三屠 大同之屠湘谭之屠广州之屠 毫不夸张的说 大清帝国就是在几千万汉人的尸骨之上建立起来的 我们也不能说新成立的清王朝在经济方面没有做什么 他们确实做了什么 中国历代有一个传统 就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 普遍都要实行清谣伯父与民休息的政策 以使得国家能从战乱中慢慢的恢复过来 满清统治者一定也是看过史书的 他们也实行了这样的政策 不过可惜的是花兆多时兆少 建朝已始顺治皇帝就颁下圣旨 说以前明王朝征收的三想都是前朝必正 说与埃尔百姓困穷 为而下民请命 宣布从顺治元年起废除三想 但实际上口头上说不收 实际上一点不少收 顺治四年公开重新征收了想 顺治十四年将了想纳入了赴税全书 成了必收的税赴 到了顺治十八年又附争了脚想 当年崇祯加征了想是为了对付满清人 而满清人依然收了想 难道是要拿着钱自己打自己吗 了想在税赴全书中被改了一个名字 叫九银额银 这项是以及脚想 中清一朝从未捐免 按清师部记载 清朝从一开始 他们的税赴总额每年就在三千万两白银以上 顺治十一年的时候是三千一百六十五万两 到了康熙年以后也是每年都在增加 三千万两白银的税赴是什么概念的 崇祯皇帝当年征收三享以后 他的税赴总额就是三千万两 而万历年间只有两千二百多万两 而在崇祯年间全国的耕地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请 顺治朝的时候只有五百多万请 康熙六十年的时候才恢复到了七百三十五万请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耕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 清政府依然征收了与明政府相同的税赴 人们不禁要问他这些多收的银子从哪来的 在明朝也经常出现欠税的现象 那对于欠税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上面催得紧的话就处理一下 如果催得不紧就拖到明年再说了 而清朝对于欠税的事情执行的非常的严格 老百姓敢欠明朝的税 但不敢欠清朝人的税 因为他们知道欠清朝人税的结果就是被砍头 大家知道金圣探吧 就是那位披水虎披得很好的门人 他就是因一起抗税案被杀的 当时苏州的县令人为初因为催收税款 当堂打死了一名百姓 激起了苏州广大世人的不满 这些读书人知道满清人不讲理 他们不敢去衙门里闹 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心中的圣地孔庙 而且是以悼念刚刚驾崩的顺治皇帝的名义 在那里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 就这样相对来说很闷合的举动 还是激怒了清朝廷 清朝廷将此案定为惊动先帝亡灵恶意抗税 将世人中的七人抓了起来 并且判了斩立决 这七人中就包括金圣探 在大牢里金圣探托狱卒转交给他夫人一封信 狱卒自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当时的县令 县令打开一看 信上是这样写的 自负大耳看 盐菜与黄豆同吃 有胡桃滋味 此法一传 物无汉语 看完以后 这位县令是哭笑不得 说金先生死且辱人 金圣探知道 县令一定会拆开这封信 所以就故意称大耳 以此戏怒 金圣探确实很幽默 不过此时的幽默是黑色的 满清贵族们也知道 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他们也希望他们这些少数人能够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 所以建朝之初 独尔滚就下令跑马圈地 其目的就是让满人能够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 这样才能便于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 跑马圈地是赤裸裸的抢劫 不过这倒是满清统治者的本色出言 满清人是在马上得到的天下 他们的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状态 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商品灵通 也不懂得怎样做生意 不过这也没关系 有人能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的就是晋商 以前有部剧叫乔家大院 还有部书好像叫白银帝国 描写的都是晋商 说晋商如何的守信仪 如何的汇通天下 如何的有民族气节 我不能说这些描写都是错的 但毕竟他们所描写的 是清朝中晚期的晋商 而他们不会说 晋商的原始积累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存古至今 有着这么一条游戏规则 就是商人与官府联合在一起 成为所谓的官商 这样他们的生意才能够做大做强 晋商就是这方面 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在这方面 晋商的老祖宗 应该追溯到武则天的父亲 武士岳 武士岳当时就是一个木材商人 他资助了当时的唐国公李渊 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功勋 后来也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之一 被封为公部尚书 朱元璋当时起兵的时候 也得到了晋商的帮助 后来朱元璋登记以后 为了感谢晋商 就将盐的砖卖权的一部分给了晋商 晋商们可以负责将粮食送到边关 然后从边关首将那里得到盐饮 凭这个盐饮 他们就获得了盐的部分砖卖权 由此晋商赚的是盆满多满 这还没有完 因为晋商都是在山西 而山西当时正是中原的农业文明 与草原的游牧民族交界的地方 中原人和北方部落人交易的雀场就在山西境内 这样晋商们就占据了地利 他们开始频繁的与北方草原部族做生意 后来努尔哈赤黄太极兴起以后 晋商与厚金人的联络变得更加的密切 厚金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 他们不会野铁 也生产不了多少粮食 满足他们的需要 所以他们需要从中原买进大量的粮食和铁器 而当时的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努尔哈赤也好 黄太极他们势力的慢慢崛起 对他们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战略 这是一条非常明智的战略 不起刀兵 但又可以极大的遏制后金人的发展 但这种战略却被晋商完全的破坏了 晋商们利用手中的关系买通了明朝的官员 将大量的粮食铁器运送到了后金 从后金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金和银 还有辽东地区的一些特产 人参、貂皮等等 在晋商的眼里看来 当时的后金人可谓是人傻、钱多 他们手里有大把的金银 卖给他们的物品都有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的暴利 而后金人也不在乎让晋商们多赚一点 毕竟他们这些钱来的也容易 后金人闯入中原抢劫 只带着一匹马一把刀 而回来的却是一车一车的金银财物 甚至还有卤来的奴隶 这些金银本来不能当饭吃 也不能铸造兵器 但因为有了晋商 这些东西就换成了他们所需要的粮食铁器 让他们能够吃饱肚子 铸造兵器铠甲 然后再一次喜略中原 晋商人干的实际上就是洗黑钱的工作 可有远远不止洗黑钱那么简单 商人逐利本无可厚非 但逐利的同时也不应该忘却民族的大义 晋商们从后金人那里赚得的每一份金银 上面都沾着中原人的鲜血 清朝建了以后 为了感激晋商们做出的巨大贡献 顺治皇帝特意请他们吃饭 并且将以饭家为首的八家封为皇商 这就是八大皇商 并且准许他们入籍内务府 这真是无上的恩宠啊 在清朝早期中期 晋商们经常兢兢乐道 他们的祖先为清廷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顺便说一下 乔家大院中的乔家应该是兴取于乾隆年间 所以呢 乔家并没有最初的原始积累的过程 我这样说晋商可能山西的朋友们不太高兴 早期的晋商是山西人中的权贵 是清政府的帮凶 那么晋商后来怎么样呢 到了明朝晚期 北方的军事集团的势力被大孤独削弱 取而代之的是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怀军乡军的崛起 这些出自于南方的军事集团 逐渐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话语权 当时清朝的很多军事开支也是通过这些南方军事集团 俗话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同样道理 一朝臣也会有一朝的商人 就这样 北方的晋商慢慢的失势 取而代之的则是新一代的红领商人 比如说胡雪原 到了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晋商后人就是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 孔祥熙就出生于山西的太古 公元1644年又被称为贾身年 这一年对满清统治者来说是他们的幸运年 他们不仅在这一年中出人意料的夺取了天下 而且又在随后的时间里幸运的避过了明王朝曾经面临的种种危机 从那以后他们开启了属于他们的长达276年的王朝 其中还开创了几个属于满清人的盛世 贾身年是满清人的幸运之年 也是华夏文明的蒙臣之年 我们无需怀念明王朝 明王朝那时候已经烂透了 他就像一汪死水 他的方向只能是越来越烂 越来越臭 我们只是惋惜 因为当一个王朝覆灭 历史总是给这个民族又一个新的机会 一次重生的机会 一个民族的历史虽然可以很漫长 但其中关键的往往就在那一两步 这就是机会 或者说是机遇 机遇就像一个小偷一样 来的时候无声无息 但如果你没有抓住他 等他走了以后 你才会发现损失惨重 不知是不是华夏文明注定要经历这一劫 明朝覆灭以后 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清朝 同样是在公元1644年 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 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军 在马斯顿荒原上取得了对保皇党的决定性的胜利 从此以后 英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崇祯自役的五年以后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 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两位军王的死 都是发生在17世纪的40年代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东西方两名军王都走向了死亡 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西方 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兴起强大 开始逐渐的影响欧洲 进而影响整个世界 而在遥远东方中国 则似乎好像只是做了一次简单的权力交接 这个民族的命运 就这样 由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专制政权 转到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专制政权手里 就像这个民族 在他漫长的历史中 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